8月20日,中国旅行团在老挝发生严重车祸后十多个小时 设施的江苏金陵商务国际旅行社向媒体通报了目前掌握的最新情况 旅行团所有团员均有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保险公司也将派员前往当地协助处理 旅行团系正常旅游团队,团内两名未成年人团员以确认安全 8月19日下午,一旦载有中国游客的老挝当地旅游大巴 在从万象市前往朗博拉邦市途中发生严重车祸 截至发稿,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最新消息 经核实,车上共有44名中国公民 经老方连夜搜救,已确认13人遇难 两名失踪人员已经找到,29人被送往多家医院就职 8月20日,江苏金陵商务国际旅行社外联部经理雷鸣接受记者采访时 介绍了旅行社方面掌握的最新情况 目前旅行社已经成立专门小组 通知商者、逝者家属以及处理善后事宜 旅行社委派一名副总经理乘坐20日程第一班飞机飞抵当地配合工作 我们听到这时候也比较难过的,也比较震惊的 第一时间我们就已经成立了这个应急小组 在这个政府的指导之下呢 我们这个第一时间已经派了这个副总经理带来一个工作组 今天早晨第一班飞机凌晨这个6点55就已经恢复拉布拉邦了 现在应该快到了 雷鸣表示,目前旅行社已经成立专门小组通知商者、逝者家属以及善后事宜 我们公司也成立了各种小组来应对,然后通知家属,这个商者家属 包括逝者家属的一些善后的问题 这个团的整个的旅游意外保险我们是买的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了这个江泰和阳光 他们今天早上已经也开了一集会 今天也会派工作组过去 来协助这个就是启动一杯工作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